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就是能每一两个小时就是给患者翻个身 在有限的情况下应该适当的去动一动 因为防止也是会各个机能退化 身体肌肉萎缩 问题三 如何降低乳疮的产生 这我不清楚 就还是多翻身 多擦拭吧 多通风 是吧 然后多接受阳光吗 问题四 经常关灯玩手机会的清光眼吗 有这个可能 应该会 就是会导致 您会躺在床上玩手机吗 会 但是也尽量不卧床 然后尽量是开着灯的 尽量是有光亮的地方 如果关灯睡觉的同时 我肯定是不看手机的 问题五 躺着玩手机时突然眩晕恶心呕吐 有可能是颈椎反攻吗 颈椎反攻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会因为颈椎反攻 不一定是 但是有这个可能 也有这个可能 问题六 烫伤后应该冰敷还是凉水冲 凉水冲二十分钟或者十来分钟 是不是 用凉水 对 因为我妈是个护士 所以说 对 所以说她 就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经常就能看到她那个很大的医疗包 然后我就会问她各种问题 关于她那里面的一些东西 都是都是怎么用 如何用 什么时候会用 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问了 因为有的时候 开机室你上香的时候 就那个香灰 然后比如说有起泡 或者就会 第一时间会冲一下 一是这个医学上的常识 第二是你冲一下 凉水冲会很爽 问题七 洗头时用指甲抓头 按摩很好很舒服 应该会很舒服 但是好像不好吧 就容易伤到头皮 那指甲盖里面 是有这个细菌的 所以说你如果 拿这个指甲盖 脑头皮 或者说是洗的时候 这样挖的话 肯定是会有感染的 最好是直接用手指 指头挖 是吧 但是没有 没有指甲爽 凉水冲会很爽 没有指甲爽 没有指甲爽 问题八 辣椒和牛奶 吃完辣椒更容易暴斗 我觉得是牛奶 吃辣椒吗 牛奶 我 我选牛奶 我不知道正正确答案 你知道因为什么 这也就是真的就是你的常识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辣椒 我具能吃辣的 很多 四川湖南的朋友都没我能吃 所以说我经常吃辣椒 也没太暴斗 所以我就想喝牛奶 会会不会爆 问题九 多吃猪蹄可以美容 可以 会有一点点吧 我猜测应该会有 因为 它含动物的胶原蛋白嘛 哦 那我以后就不吃了 我一直以为是美容了 问题十 涂爽肤水 水乳等负负品时 在脸上拍打会促进吸收 哎呦 你这净问的是美容 问题 我这一大直男 我这 出去吸收 会 会不会 会 我才会 这个没有 因为我妹妹之前 她也是经常这样 就是洗完脸后 某东西 然后她一直在拍脸 然后被我妈说了一顿 对 她说这样 其实药格就不会放你的皮肤洗收 而且 你如果拍这么猛的话 还是有点伤皮肤的 错了吧 你看我这不知道啊 啊 就揉 哦 揉 观众朋友们以后 一定要少拍打 尽量揉 问题十一 如何判断自己免疫力是强还是弱 我觉得是 手脚冰凉和睡眠 就这半年时间 我就有免疫力低 我一直身上有湿疹 或者说是偶尔就会起那个 小疙瘩 就虚马疹 后来我也有去看过 中医西医我都有看过 他们说就是 免疫力低了 可能跟你的睡眠啊 精神压力啊 等等都有关系 手脚冰凉 对 我手脚也还挺凉 首先得看一下你的这个 精神状态咋样 精神状态也有你的这个 犯病的这个频率 食物 还有 我觉得就这三个吧 问题十二 多喝养胃茶之胃病 可以吧 不可以 胃病不是喝养胃茶就能喝出来 就能好的 那个孩子是尊医主 然后去吃药 然后啊 有那个做胃镜啊 或者一一一类的东西 养胃茶就好了 那那大家胃就所有人都很好 问题十三 喝骨头汤补盖 应该能吧 应该能吧 懂吧 我心外科 我压根就没了解过这方面呢 哈哈哈哈 我小时候 翻根都摔骨折了 我就喝了仨月大骨头汤 胖了二十来天 其实是没有的 是吧 其实是没有的 我选是不会 因为那会年龄小嘛 而且那会家里人都说 吃啥补啥嘛 就每天喝大骨头汤 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相信医术 美国经理好